对不起 爷爷 今天我还是决定离开绿川了 曾经 您给予了我那么多的信任 把整个绿川集团交到我手上 我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爷爷 有一件事情 其实我早就应该让您知道的 其实我 并不是真正的神秘 我和您没有血缘关系 您给我的这一切 我不该也不能接受 所以您知道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 我再也不用伪装成另一个人 去过别人的生活了 我可以特别 开心的 去追寻我的幸福了 我爱可以和我爱的人 去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很开心 我的心也终于安定了 从来没有这么的暗定过 爷爷我还需要为神秘完成最后一件事情 我马上就能弄清楚当年发生那神秘身上的一切 我必须要还给他一个功劳 这是我答应他的 所以爷爷 你一定要好起来 等我回来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要等我您知道吗 等我 等我 请不ق这么容